音樂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秦蘭 時間過得非常快 2023年很快就從Q3即將進入Q4了 年底也快到了 那大家都應該很關注 最近國內幾台上市的一些新車 其中全新六代國產化的Honda CR-V 我相信蠻多觀眾都很關注它的一些動態 那其實這台車在8月初已經上市 我們頻道當初也做了一些公辦試駕的影片 那時間大概累積了近兩個月吧 它賣得不錯 現在原廠接單已經超過6000台 路上最近也開始在街頭有一些能見度了 那上市公辦是在東部 那比較著重的重點 是在一些市區以及中速的路段 我們跟大家在新車市價影片中聊了一些 這次6代的外觀 內裝 動力底盤相關的 這個試駕感受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影片右上角潛入的影片 那上次比較可惜沒有機會開到高速公路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再次把它借出來 依舊是這個頂規的Prestige的版本 來強調試駕感受一下 它在中高速的路段相關的動力 以及操控的底盤感受 那除了試車之外 我們下午還要去找一位我的老朋友 他算是國內知名的底盤專家達人 我們把這台車來開去給大家瞧瞧 看看6代CR-V的底盤體質進化日文 好 我們就趁著要去找我們底盤達人 阿如哥的路程中 我們上午也好好體驗了這台車 在高速部分的表現 我們本的這個實事求是的精神 我們上次公辦之下 其實原廠台灣本田有提供我們一些 進化的規格相關的說明資料 但我們覺得不夠detail 像是我們開過 其實它的動力看規格其實蠻接近 但開起來其實都有一些進化的感受 很好用的一個順暢的動力輸出 在起步以及中速的部分 那甚至底盤的架構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開起來就是讓你覺得它的質感也好 甚至它的一些底盤的操控路感 都比五代更為津津 但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拍第二支影片的重點 像是在這個車式感受的 這個NVH的降噪工程上 雖然過去本田的車在這個部分表現 並不是特別傑出我們老實說 但我覺得六代CR-V你開起來的 整個的質感上是有進化的 那我們追工究底發現 如果單就引擎跟變速箱的運轉質感來說 本田工程師調教的重點呢 像是在引擎下半部的曲軸箱裡面 我們在曲軸的部分 它就把曲軸頸加大到了44mm 讓它有一個更好的高剛性在運轉的過程中 那當然引擎在運作的噪音 除了引擎本體發出之外 其實變速箱也是很大的一個關鍵 那雖然規格表還是一樣 工程師的進化調教重點 就是讓它在這個CVD五段變速直白 作動原理中的這個鋼帶 跟鋼輪磨合噪音的部分 比五代來的更小 所以開的過程中你就會感受到 不論是你定速在90多公里 或是稍微補個油 引擎攀升的聲音 當然會慢慢慢慢的漸漸的放大 但整個的運作的精緻度質感 真的就比五代有很明顯的進化 那至於要怎麼讓扭力峰值的提前 讓有更好的一個市區的油門響應 甚至在高速的再加速的力道上 你要超車的時候 這一次六代進化的方式呢 它就是透過像是我們講的1.5升的渦輪增壓 其實渦輪是一個動力的關鍵 因為它已經做了1.5的down sizing 排氣量這樣的一個結構的基礎之後 那渦輪要讓它的反應更好 我們很直接的就是讓它的turbo-lag減輕 那本田的工程師在這一顆的渦輪本體上 其實跟引擎跟渦輪之間的作動上 是息息相關 也是說在引擎的這個排氣端 它的這一個排氣的頭段旗管的部分 從原本的四合一的設計 改成了一個鑄造一體式的四二 這樣的一個結構 這樣的主要的訴求就是讓 我們知道你那個渦輪的這個作動原理 是靠引擎的飛機來去吹動渦輪的排氣端 在帶動同軸進氣端 有這個進氣的一個輔助效果 也就是所謂的渦輪增壓 那你在排氣端有了更好的一個 四合二這樣的一個效益之後 減少我們這個四缸點火順序造成的 一個排氣亂流的干預之後 渦輪排氣端獲得了一個比較穩定 持續續壓的吹氣這樣的一個效果之後呢 帶動的它進氣端葉片的角度也更大 所以就會又讓引擎有一個更好的進氣效應 除此之外我們在台灣本田提供了一些引擎料件的一些 零件表中也可以發現 哇 六代引擎內部像是 連桿 曲軸 甚至鏈條 正式鏈條等等的 都跟五代的六號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的引擎真的內部是有做過 全新的調校設計改良進化 那其實台本一開始就說這一次六代CR-V 它就是朝著未來台灣N-CAP5顆星為開發目標 像是基本的10氣囊喔 它直接給你10個SR子的輔助氣囊之外 像五組的3.4安全帶 然後也都在前後座都有一些 這樣調整位置的輔助功能 那甚至在一些二通安全椅啦 Isofix iSize 等等的這樣功能補強之下呢 那很重要的就是HONDA Sensing的 ADAS的部分喔 那維持原本基本的架構 但是它在車頭的毫米波雷達 甚至這個前檔上面的攝影鏡頭的部分 都讓它的照射角度更廣 今天我們來到了高速公路的路段 實際做了跟車 然後你也會發現它的數位儀表裡面 也有三車道的虛擬顯示喔 給你相關的一個實境的參考 那我相信開的這樣的六代CR-V 在長途行駛對於疲勞度的減輕 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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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這台CR-V六代 我看你臉書你也簽了一台不是嗎 對 看一段時間心得怎麼樣 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因為我們舒敏達阿如哥以前也是賽車手 然後基本上它的行業就是做底盤的 系統強化的開發商 所以我覺得它對底盤很有趣到 今天特別開這台來找你 幫我們頂起來看一下 肉帶的進化什麼 好 我們阿如哥已經幫我們把車頂起來 然後原本有一個鋁合金的下護板 你先把它拆下來 看到哪些重點跟我們分享一下 拆下來以後就看得到這個鋁合金主體工智良 工智良鋁合金 之前不是嗎 之前上一代五代它是鐵的 對 六代最大的改變就是這個整個是鋁合金的主體 但它是只有這一段還是整個的工智良都算是 這樣看起來這邊好像顏色不大一樣 三腳架沒有 對 就是我一直剛才講的 這主體用鋁合金的壓住 然後我自己也有買一台11代喜美 EHALF的 對 最新的 對 這個大體上跟11代喜美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只有一些固定零件的方式不一樣 OK 了解 所以它是用11代下放出來 給CR-V6代使用 然後三腳架的部分它也更改了 跟上一次五代的架構完全不一樣 怎麼說 主體這支不一樣 後面的颱風眼 颱風眼 整個也不一樣 這算是一個關節固定的位置 對 固定座 等於說完全不再沿用五代了 是 它改變的是鋁合金主體固定的方式 所以用了一個全新的三腳架的架構 然後我們再往過來這邊看 其實還有一個最大的改變是防晴感 防晴感的角度也完全不一樣 角度 第一個角度 第二個是粗細也不一樣 你有量過嗎 上一代是24mm左右 這代增加到27mm OK 加粗了 對 所以它的形錄性會比較好一點 不會那麼晃 然後指向性也會比較好 那抑制震動會比以前五代更好 這邊還有一個 你說裡面這一塊黑色 對 它是鋁合金的主體 但是它防撞的部分 連接到前面這邊過來 它還是維持它是鐵的 鐵合金的架構 所以如果真的正面這樣撞下去 它撞擊力還是夠 潰縮的力道 因為鋁合金的撞擊力比較不耐撞 就對了 那這一段不見得是所有的車 歐日系都會設計對不對 基本上現在新的車款都會有設計 有一些撞擊測試 對 因為這段對撞擊測試很重要 然後有一些歐洲車沒有 現在日本車有一些都追加上去 那我們現在車頭前半部的話 這邊我看得出來 這個是引擎下面的油底殼 原廠有特別強調 他說他是強度更強的油底殼 你覺得咧 我有看那個數據 數據也是它把油底殼的厚度加厚一點點 然後裡面好像做了隔板 有隔板 隔板的用意就是讓它 車子在轉彎左右側傾的時候 比較激烈 然後它的油胖骨才比較稀的到油 跟有一些改裝車的套件 對 裡面都有裝隔板的意思 那如果還有什麼不一樣的特點的進化嗎 這台車前面 還有我們從後面這邊看過來 是這個電動方向機的電動Pump 對 它的VPS 對 也變得一千 這算是那個Power的馬達機構 對 馬達機構 就是電動Pump 它整個變得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 那我猜可能是裡面它有變化的齒比 這個其實我上次公辦事下開起來 就感覺說你其實一開這個新款六代 幾個彎 你就會感受到方向盤整個的這個線性感 對 我覺得比上一代好很多 所以這個應該有蠻大的注意就對了 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環節 我覺得像避震器啦 剛剛講的防晶感 甚至一些關節啦 球接頭 這些其實整個搭配上去 就會造就我們剛剛講的 開起來的那個轉向感 其實底盤是環環相控的 所以原廠不可能只改變一個地方 它會改變很多地方 一起去扣起來 才會得到我們車子要的操控感跟行路感 所以最主要的部分 重點 這次原廠都有把它改變 我了解 就針對以前舊款的缺點 全部把它去做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改變 好 好 那這次六代CIV文廠有特別強調在 避震器是全新的設計 那他說是從他們家的這個高端品牌 Acura 車系用的一個這個know how 挪到它 它叫做ARD的正伏反應式 簡單來說就是有雙油道設計 那比較低頻震動的時候 它就用單油道 那遇到比較高頻震動的時候 它就自動切換成雙油道 那我在東部試車的時候 我覺得蠻有感的 因為我們會經過一些那種減速條 心裡原本的預渠會有叭叭叭叭叭叭 這樣的震動 但我開這台車出乎我意料就是很平順 就壓過減速條 我覺得這個避震器就是在高速低速都做 都處理 自動的會把它處理得還不錯 做避震器的有跟我講說 這次避震器的角度 跟上一代五代是不一樣的 有一點改變 你說它擺的角度 對 然後還有上座還有這個盤子 這次的位置整個都改變 所以五代的避震器 沒辦法沿用到六代 而且我們剛剛看它統身是 泰國的修瓦做的避震器 所以意思就是說五六代沒辦法流 所以它算是一個全新的 全新的結構設計 就像你講的它裡面是雙油道 所以是一個全新的結構 然後我自己開 我也覺得這個避震器比上一代好 在低速的時候它一直震動 就是那種低頻的震動 抓地力比較好 對 它整個坑洞的這個 處理的我覺得比較承受 很細節 在中段的部位 車身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它這邊多了一個補強的結構 多了 所以以前五代沒有 五代沒有這個 它的功用是 就是補強這個車體板筋的這個結構兩邊 對 因為它這一代的車身寬度 有微幅加寬一公分 一公分 然後還有加長 對 加長了四到六公分 軸距跟車廠 以力舉來講 可能加長它車子就會放軟一點 就需要去做一些補強 所以這塊是我很稱讚的 多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還蠻醜用 蠻厚的 對 蠻厚的 好 那其他中間 像這個是隔音棉嗎 隔音棉 隔音膠 對 它能沿用上一代五代的 一樣都有 基本的一些隔音的工法 隔音的工法 好 那我們再往後懸吊總成相關的話 它是多連桿 算四連桿式的懸吊 你覺得它跟五代的差異呢 跟五代 百分之九十五 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像前面差比較大 對 因為它這個結構已經很好了 以前五代被人家詬病的是 前面比較不好 後面是很OK的 但是它最主要的變化是 在這個防晴桿的這個 焦套的部分 所以粗細沒變 粗細沒變 焦套怎麼變 它把它變大一點 以前很小 用久了會有磨耗 所以有可能產生 有點像引擎腳 動動動動動就磨耗 對 磨耗 然後會產生異音 然後夾不緊了以後 這個防晴桿的功能 它就會一點點損耗 作用會比較不直接就對了 所以最大的改變 是在這個部分 那其實因為我們這邊也看到 排氣系統 有什麼差異嗎 它走法是一樣的 但是 一分為二 左右 兩個效韻包 然後效韻包有改變 目視下是變得比較大一點 對 它有說這次NVH的降噪 在調噪音的排氣聲 排氣聲 應該就是把聲韻包做得比較大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Sumi的阿路哥 車頂起來 原來這麼有學問 進化還真不少 對 就透過我們的介紹 讓大家知道 這台車到底有什麼進步 謝謝阿路哥 今天太感謝你了 不客氣不客氣 但是 我再賣一個秘密給你們 還有什麼秘密 這個往前面看 這個百葉窗 對 百葉窗 它是有這個 其實原廠特別在新車有講 它就是 其實現在歐洲車比較常見 但是國產車休旅 也開始有這樣的技術 對 它就是其實是節能的 一個應對的小科技運用 那你平常現在我們已經鼓勵大家 啟動不要再去熱車了 就慢慢的吸引到水溫上來 這時候其實是最耗油的時候 對 沒錯 它就靠這個關窗 然後不要再撞風 然後引擎溫度 趕快上來以後 或是到了一定空中路 它再把它打開做散熱 對 沒錯 這是一個節能的小PB 我相信以後陸陸續續 大概國產車也都會有 對 都會有配備這個 OK 這個是不錯的進步 阿路哥不僅懂底盤 動力其實它也很好 下次再來拜訪 好 再次感謝阿路哥 我們今天把這台6代CR-V的Prestige 再次借出來 好好補足了上次公辦試駕 所沒有試到的高速路段之外 我們也藉由底盤達人 阿路哥非常精闢細節的解說 讓我們真的深刻認知 也體驗到了 本田的工程師在這一次6代車型 所做的一些細節的調教 經過實際試駕之後 真的你會發現 6代跟5代開起來真的 有蠻多不一樣的精進的感受 所以建議各位觀眾 如果你最近也想要買新車 除了去展示間 看車賞車之外 一定要安排試駕 試乘的機會 就像我們今天這台6代CR-V這樣 你開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給你的感受是 跟你原本在展監拿到的卡大路股 上面的文字描述 規格數據 是有很不一樣的感受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6代CR-V的再次試駕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最後還是要提醒各位觀眾 看完我們影片 幫我們頻道訂閱追蹤按讚 開啟小鈴鐺囉 掰掰